大甲妈绕进回城 抵达彰化北斗 竟然爆发了推击冲突 一群人大声咆哮 旁边还有信仲等着要弄车咖 妈祖都还没来 先发生了冲突 还有信仲为了放鞭炮 跟远景起了口角 一名信仲对着远景对念 也不管脚下的鞭炮已经点燃 当街和警察起了口角 因为大甲妈联轿已经接近医院 警察才阻止点燃鞭炮 没有想到信仲不爽 成了回卵的小插曲 大甲妈绕境12号进入第七天 早上十点左右就抵达了彰化园林 民众把握机会弄车咖 其中有一名长期住院的 72岁胡先生 以前在西湖早市卖猪肉 发生车祸 造轿车撞击造成脑伤 今年医院安排他弄车咖 安排第一位 希望有妈祖四福 可以让胡先生好转 不过大甲妈从启程到回程 一路上天气都很温和 大甲妈的医疗对表示 今年热伤害的案件只有往年的三到四成 整整少了一半 于是提醒天气虽然不热 但是还是记得要补充电解值 TVBS新闻陈志忠张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